基隆市呢 過去相當競爭 而且熱門的印刷業 在日新月裔的科技威脅之下 傳統的印刷業 不但走入西洋產業 跟面臨了歇業的狀態 不過業者不是不願意轉型投資 而是因為找不到過去的榮景 透過印刷機 從紙張輸入到印刷完成 2000張紙在機器來回印刷下 不用幾分鐘 就能將表格列印完成 印刷師傅陳志勇 國中就北上基隆 學印刷技術 舊式的印刷機 他再熟悉不過 單色油墨壓上一張張紙 就是他20年的青春 國中畢業從南部就出社會 然後到這邊 既然反面都不一樣 上機器的話 就要重新校正調整 就是單色而已 單色油墨 如果要硬材色 那個困難度很大 可以我們整年躺天都不在休眠 一天一定要做到九點 到九點之後 後來才發得到20萬 你去吃吃吃吃吃吃看 基隆港運量達到高峰 是世界第七大貨櫃港 進出口爆關 船物 稅務 都要印大量文件 使得基隆車站周遭 全盛時期有60多家印刷廠 最全盛的時期 巷弄裡面 大馬路邊 三部一家 五部一缸 很熱鬧 過去印刷產業 從人工剪簽字 排版 到印刷 裝訂 全由印刷廠包辦 電腦普及 原以為是轉型的契機 卻碰上基隆港運量衰退 轉機成了危機 找到瓶頸 因為你投資 也要看這個市場 你沒有這個市場的話 你投資的再多 你要幾年以後才能回收 這是生意人第一個想到的 這間曾小有規模的印刷廠 應過多屆增額立委選票 應量也急速萎縮 閒置的大機器 布滿灰塵 員工從50多人 裁到個位數 更多早已關門大吉 從極盛時期的60多家 縮減到十幾家 現在要成長 都幾人沒跟他成長 因為沒辦法 沒有那個名人 以前像那個工具館 差不多都外出 幾人家的工具館 鋪了 十幾家鋪 我才會出到宜蘭去 現在 十幾家鋪都出版社做起來了 十兩千年 我做獎項的時候 這就要燙鏡了 這也要燙鏡 它冷氣 會出來 會出來 它要要比較漂亮 你就用燙鏡了 紅色 白色紙卡 燙上金色字體和圖案 各式各樣的喜帖 獎狀 成了傳統印刷廠的浮墓 僅存的老印刷人力求轉型 見證基隆港的興衰 也經歷了地方產業的興起與沒落 民視新聞 陳宗翰 基隆報導